杨先生20岁来自河南学生 有请小杨 黄女士21岁来自河南学生 有请小黄 欢迎两位 小杨先生你好 是大学同学吗 对 大学同学 现在是大二 大二 对 大一就开始了是吧 对 我们是大一认识的 怎么今儿都这情绪啊 今年主要是我要来这边的 因为我们在一起才半年 但是我们的问题很多 我最不能接受的 她一个问题是 在最开始 我们刚接触的时候 不太熟悉 她比我的感觉 给所有大家朋友们的感觉 都是乐观开朗 很积极向上的一个女孩 可是当我真正地 跟她谈恋爱 跟她在一起以后 我发现她内心 其实是一个很孤僻的人 她总喜欢把自己藏起来 就是喜欢独处 然后呢 就只要她心情不好 或者生气什么的 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不管怎么找都找不到她 人家想自己独处一下 没什么不好啊 你总是每天 从早上到晚上 不停地给我发消息 几千条 我回都回不过来 我觉得我头很大 你知道吗 我觉得 几千条 对 她从早上到晚上 不停地在问我在哪儿 在干什么 而且因为这件事情 我的室友都已经跟我 说了好几次了 我不回她消息 反正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很严重地影响了我的生活 我承认我的确没什么安全感 但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 我就喜欢想跟你聊天 就是正因为你是我女朋友 我才会想要一直知道你的消息 你不回我的话 我就会想很多呀 你为什么总是猜疑我呢 我能干什么呀 我就在寝室啊 你要是不曾经有那样的事情发生 我会猜疑你吗 我会什么事啊 说得这么邪乎 有一回他们宿舍六个室友 女生嘛 他们想要去KTV 他告诉我说 非得就是半夜去 然后我就想六个女孩 长得又这么好看 半夜去肯定不安全 我当时就直接心里想着说 那咱能不能不要跟他们一起去 你当时跟我说的是 我不能去 你没有问我 你没有争取我的意见 那我就算说不能去 那也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后来呢 我跟他说咱不去吧 他答应我答应的可好 他说 我已经做好准备要去 你突然跟我说我不能去 我能高兴吗 他们都已经要走了 那你既然已经这么坚决了 你为什么当时还要答应我 说我不去了 然后后来偷偷背着我去 那你想想我自己一个人在宿舍 我不害怕吗 你害怕我不能陪着你吗 打电话打到睡着不行吗 那我自己一个人 我心情也不好呀 我自己在寝室 我肯定会很烦躁 因为我已经决定了要去 你不让我去 谈恋爱的时候 就应该做出取舍呀 我有同学要聚会的话 如果有女生很晚的话 我就直接跟他们讲 我不去了 你既然选择了跟我在一起 你不应该放弃一些事情吗 好 我都愿意为你放弃 你为什么不愿意为我 做出一些放弃呢 先不讲道理啊 先把事说完 然后呢 后来呢 我怎么发现了吗 他那个朋友 就发朋友圈嘛 就发了一个小视频 一表情又录到了他 就让我发现了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 最重要的就是信任 从此你就不信任他了 对 从此只要他不会微信 我就觉得他 他骗你是吧 对 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在我心里也是一个坎 然后我也不能理解 他总是对我有很大的挑剔 我们平常出去吃饭 然后有一次 就是他爸账给结了 然后后来第二次吃饭 可能我付的钱 要比上一次多点 然后他非要把那个 多出来的钱给我 就几十块钱 我真的 我不太理解这种行为 为什么要这样呢 那你家的钱 是大风刮来的吗 那钱都是 咱们都是学生 那钱都是 大多数父母给 要么或者是干兼职 什么的 辛辛苦苦挣来的钱 咱们作为学生 我觉得分摊这种消费的话 作为男生 是一种很绅士的行为吧 但是我觉得在感情中 不应该这样做 我接受不了 你可以用别的方式回报 我不一定要给我钱 你可以给我买东西 送小礼物都可以 但是我接受不了这种做法 你喜欢的礼物 不都什么口红化妆品 都很贵 我送你那种便宜的礼物 你又不喜欢 我并不会因为这件礼物 它的贵重 或者就不喜欢它 我觉得只要是你送的 我都会很开心 我也其实挺好奇的 其实这个习惯不是挺好的吗 我听明白了吗 谈恋爱的时候 你请一顿 我会请一顿吗 这个方式不已经很好了吗 我送他 假如说送他一个 三四百块钱的礼物 他知道我喜欢球鞋 他就给我买那种 千把块钱的球鞋 我就觉得他花很多钱 我心疼他 我想要把钱补给他 我补给他以后 他又生气 然后我们送礼物 我想给你买什么东西 是我的自由吧 我喜欢 我想 我愿意 那我送 我给你钱 你为什么要很难受呢 你为什么非要把这钱给我呢 女生是接受不了 对 女生觉得说 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表达这样的东西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 最直接 我最不能接受的方式 是这意思吧 他要给我转账你知道吗 我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这样 我是那种 我会想很多的人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两个人 互相送礼物 成了我们两个的负担 我觉得他总是想太多了 我原来跟我前男友 都没有这种情况 你又我提前男友 你就忘不了他吧 你是不是跟你前男友 现在还有联系 我俩现在只是朋友 就是 是好朋友还是朋友 好朋友吧 那你说你是他的女朋友 你为什么要背着我跟他聊天 你害怕我知道吗 我怎么背着你跟他聊天啊 就那一次 我们一起出去玩 你把手机搁我那儿 你说你去厕所 那刚好一个短信就发过来 我平时也大大咧咧的 也不烦你手机 然后那声音响 我就看了一眼 最开始我没怎么在意的 因为它上面 是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但里面的内容 吓了我一跳 里面说你在干什么 为什么不回我消息 是不是又和你小男朋友出去了 这一看就是你前男友 给你发的消息 我俩就很正常的聊天 有什么 觉得你怀疑的地方 那你为什么有时候 对我都爱他不理 你要跟他一起聊天 我觉得他够了解我呀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 而且我觉得 我跟你没有什么话说 我跟你解释 还怀念是吧 不舍 有些吧 而且我一直觉得 我还而且呢 傻小子 还而且呢 你说吧 我就在感觉跟他 在和他的这段感情中 我觉得我像是 他前男友的一个替代别 他总是会跟我讲 他跟他前男友 以前做了很开心的事情 这让我心里就是 这个眼泪是想起了前男友 还是觉得 这小子挺可怜 还是你挺可怜的 那眼泪是为谁而流啊 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想不明白自己 为什么要开始这段恋情 然后就是 我直白点问啊 你现在有没有 喜欢那小子 有 但是心里还有前男友是吧 就是等于前情 也没断干净 现在呢 随着这个相处 可能也有一些隐隐地 觉得这小子还可以 是这意思吗 然后每当我已经 好不容易 你接触这个吗 经过这番交谈 我又心里想了很多 我不太能接受这种情绪 女生你坦率地说啊 如果今天我们把前男友请来了 让你们俩做一次选择 你是跟这小子走 还是跟前男友走 跟他吧 为什么是跟他走的 因为我觉得 那段感情已经结束了 就不要不要再回头 那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结果 就是前男友和他 可能俩人都走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 一个年轻的姑娘 不知道怎么面对 她自己给自己想象和树立 或者叫建立起来的一种 所谓情感的一个模式 或者叫一个城市 前男友我们没请来 我们不会请来前男友的 我只是举个例子 所以当他说选择你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该替你高兴呢 还是该替你们的这个情感悲伤 还是该替这个姑娘悲伤 听一听老师们 怎么给你们分析好吧 来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左老师 分手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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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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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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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之外的那个他才是你真正牵挂的人 做人不能这么贪啊 明白吗 爱不爱一个人那不是你的错 你不爱他 没有人能够强迫你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一贪婪为出发点的战友 这就是你的错了 好吗 其实男生啊 我从你身上我看不到你被伤害的那种疼 你对这段恋情其实也是看得很轻的 我不相信在半年时间内经过了四五次的复合 还伤得不够深 你根本不爱这个女孩 你只是在一起时显示出你占有她的那点权力嘛 所以说尽快结束你们这段恋情吧 在我们看来就不断不是恋情 只是两个人在一起玩玩闹闹而已 是这样 好 谢谢曲总 刹那老师 你俩呀 就是那个话说的叫什么 寂寞的时候才想你 而不是想你的时候才寂寞 都很准确 就是个伴 共同度过失恋之后的疗伤期 彼此给彼此慰藉 你姑娘 不爱前任也不爱现任 前任为什么现在你还跟他联系呢 因为是怀念 现任为什么在一起呢 因为享受那种被关心的感觉 我又可以置之不理 你一定在上一段感情当中是复出型的 对不对 在上一段感情当中 你跟你的前男友你肯定是追着他跑的 而现在你放不下现在这任男朋友 是因为你没有享受过这种被人追着跑的感觉 突然发现 哎 这种感觉挺好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你最好的选择是 放下前任 也放掉现任 重新开始 对男生来说 我觉得也确实是你没有多爱他 因为一个男人如果真的很深爱一个女人的话 他是坚决容忍不了他心中还装着前男友的 你现在这种行为是什么呀 我想要征服 我不服气 凭什么就忘不掉你前男友啊 当你真正的做到 在他心里面 占满他全部的心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 这场游戏也结束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 在一起时候的状态和时机都不太对 也就没必要再纠结了 尽早地及时止损 大家各自开始新的生活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珊娜老师 来 图老师 有些东西是应该分得清清楚楚的 但分得不清楚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你已经给自己的行为下了定语了 当你自己说自己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开始这段恋情 简直是胡闹 其实你内心是有愧疚的 这种愧疚 不管是对于上一任男友 还是对于眼前的他 其实我更觉得这种愧疚 是给自己的 对自己的不负责任 尤其是胡闹那两个字 说的声音特别小 不是每个人都听见了 但其实那个胡闹也说给自己听 你也觉得自己上一段没有分得彻彻底底 下面这一段也开始的不是干干净净 你自己对内心是有点苦恼的 有这点苦恼 有这点愧疚 说明你是想结身自好 但我想告诉你的一点是 别说你了 在这样的一段时期 人的确容易迷失自我 其实这样的一段对话 其实应该尽早开始 就比如说 今天你说出的那番坦诚的话 应该尽早的在你们俩之间完成 而不用到这儿了 你可以跟你的前男友继续谈情 却可以在生活当中 与他相伴 爱情和陪伴 最可怕的就是两者分开了 结果到了最后 结果到了最后是害人又害己 你说对吧 所以 每个人对自己的感情负责的方式 就是一定要做到陪伴和情感的统一 也是那个古老的话题 灵与肉的统一 一定要是一个人才行 所以你今天既然已经坦白了 你就不要害怕伤害 因为长相以此这样下去的话 其实到最后伤的最重的不是他 也不是那个男生 是你自己 听明白没有 行了 收起你的眼泪 你差不多就算了 我个人的感觉是 你没有多么爱他 你要么你就跟他说 如果你跟你的前男友 你觉得你们之间还有可能 我可以暂时退出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要真正的开始 我也不允许这个爱情当中 有丝毫别人的印象 你并不介意这些 你还不照样把他扯到这儿来了吗 所以我觉得你跟他之间 陪伴的程度 大于感情的程度 而他对于你 基本上没有感情 都是陪伴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开开心心的 因为在这么年轻的时候 经历了这么一件事 比未来的某一个时间 再有这种感情上的玻璃 要好得多 这就算成长了嘛 男生也记住啊 不要那么纠纠结结的 来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其实吧 最开始的时候的确我们感情不是很深 但是我当我们在一起越久的时候 我又觉得 对你挺依赖的 但是刚才经过一番交谈 我又想了很多 我觉得你真的愿意为了我改变的话 改变你以前的一些问题 我想我们也会有一个好结果 但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 那我也会祝福你 我也会尊重你的 我觉得我们这段感情也算是比较幸福 我不会后悔有这样一段感情 其实我也不是对这份感情没有付出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是我自己 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都要好好的想一想 为什么要在一起 谢谢两位 请回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看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